我现在要介绍的是在 我们大家最喜欢的 这个是蓝雀哦 但是呢 这个是很特别 房间其实不太容易公开 然后因为呢 这个就是属于 生很多的 或者是要三台同床的时候呢 你们又不想开两间房间 那这种房间呢 就非常的赞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可以到八个人哦 怎么说八个人啊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两大床 一二三四 四个人对不对 转过来 和室 有没有看到大和室在这里哦 两用的哦 如果你不铺床的时候呢 它就是客厅 你铺床之后 它就可以睡觉的地方 所以看到前面的话 一二三四 又多了棉被 枕头 还有软垫 都是四人份哦 四加四 所以这个可以睡到八个人的地方 八个人的地方哦 是非常适合三代同床 生很多的 就可以选择这种房型 啊钱的问题而已啦 人越多 当然是要贵一点点哦 当然是要拿钱出来 不会是免费升等给你的啦 这个是要加钱的哦 先说好 加钱 加钱 八人房 八人房 但是呢 至少呢 有的人会说 我不要开两间房间 那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咯 就是可以大家一起 热闹一下 八个人睡在一起 多热闹啊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转过来的话 厕所的部分呢 那一样是没有浴缸的哦 没有浴缸 没有浴缸 先说好 没有 这个是淋浴的空间 采用淋浴缸 那也有洗法精 摸浴乳这些都有提供 八人份的备品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哦 那对外窗户呢 更是没有问题 可以看到这一大片的采光 非常的好 这采光啊 哎 你看啊 它遮阳遮一半哦 如果全打起来 那更次也更亮了 而且完全没有东西挡到你哦 为什么呢 那前面的话是操场是学校操场哦 前面有个学校 看过去一望无济 就是你的视野了 全部给你看到了哦 好 我们转过来这边的话 这边还有一个衣橱的部分 那衣橱这边呢 有放了 来 我们看一下 有多放了一件棉被 还有一个枕头哦 是预备着给你们哦 有时候想睡软一点 或是睡高一点的就可以拿来用 然后这边的话呢 还有放了茶包 以及咖啡包的部分哦 这边可以看到的话是 又有八人份的被瓶 还有一支很大支的吹风机 非常大支的哦 那就不会按到手30哦 而且是分离式的 不是黏在墙壁上的 好 那八人份的话 要准备八瓶的水 还有拖鞋也有 好 卫生纸 好 这里都有 帮你准备好了 下面还有冰箱 冰箱还可以冰冰冰冰冰凉凉的饮料 天气太热了 所以这样子八人份的话是非常好使用的哦 非常好使用 适合两个家庭 如果他是好朋友的也OK 或生太多的或是三代同堂的都可以了 介绍给你们会馆的八人房